年轻不养生,老了养医生,大家好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 肾脏是人体泌尿系统,非常重要的脏器,它的主要作用就是产生尿液。 通过排尿的方式,将体内的毒素垃圾排出体外,同时它还具有重吸收的功能, 重吸收水分以及一些营养物质,一旦肾脏出现问题,体内就会堆积很多的毒素。 对于身体健康是非常不利的,所以日常一定要重视肾脏的保护, 其实肾脏的好坏,通过身体的一些表现就能够看出来。 如果身体存在以下这些表现,就意味着肾脏很好,那么具体是哪些表现呢? 通过这个视频来了解一下吧,如果身体有以下这些表现,就说明肾脏是比较健康的。 一、手脚不发凉,如果手脚经常冰凉,就说明肾脏不太好,很可能是由于肾阳虚所引起的。 因为体内的血液流通,需要阳气的推动,当阳气不足时,血液就很难,流到离心脏距离最远的手脚,就会出现手脚冰凉的感觉。 如果肾阳气充足的话,是不会经常出现手脚冰凉的情况的。 二、牙齿很健康,中医认为齿尾骨之鱼,如果一个人的牙齿很坚固,没有任何的疾病,也能说明肾脏是比较健康的。 反之,如果牙齿出现松动,经常发生牙周疾病,很可能是由于肾虚所导致的。 三、小便有劲,正常情况下,如果大便通畅成型,就说明肠胃的功能比较好。 如果小便时不会觉得无力,能够一口气尿丸,说明肾脏的功能比较健康。 如果经常出现小便无力,尿液很细的情况,就说明肾脏的功能出现了异常。 四、毛发很旺盛,中医认为肾藏经,如果肾脏健康, 那么毛发也会很旺盛。 如果男性的头发乌黑,体毛比较旺盛,就说明肾脏是很健康的,发生肾虚的几率会很低。 五、腰腹有力,肾脏的关键在于腰。 如果存在肾虚或是其他的肾脏疾病,腰部就会出现疼痛的症状。 如果腰腹部有力,没什么不适的症状,就说明肾脏的功能很好。 六、沉起身体没有出现浮肿。 很多人沉起以后,身体经常会出现浮肿的情况,特别清理眼睛,手脚等部位会出现明显的浮肿。 其实,这也是肾脏不太好的表现。 身体经过整晚的代谢以后,如果肾脏不太好,堆积在体内的水分和毒素物,发完全排出体外,身体就会出现浮肿的现象。 如果肾脏是健康的,沉起时基本不会出现身体浮肿的情况。 七、身体这三个部位的毛发生长得好,那么恭喜你。 说明你真的拥有一对黄金肾,身体非常健康,一头发,拥有一头乌黑浓密的头发,不仅形象加分。 而且也间接暗示了,自己的健康还不错,尤其是肾脏还不错。 中医认为,肾主宣发,也就是说毛发的生长是否浓密,其实跟肾脏的关系是密切相关的。 肾功能好,毛发生长就会越旺盛。 这也是为什么人到了一定年龄,头发就变得越来越稀疏的原因。 另外,对于肾功能好的男性,即使到了四五十岁,头发还是浓密的,没有稀疏的迹象,这足以说明自己的肾功能杠杠的。 男人,如何养护头发? 首先要注重头部的卫生工作,最好是二至三天洗一次头发,不要太频繁。 而且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洗发膏,不要使用具有激素的洗发膏,洗头发时不要过度地抓闹,动作要轻柔,防止破坏毛囊,导致脱发。 还要注意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的调理,避免熬夜,保证充足的睡眠,不要吃具有刺激性的食物。 二,眉毛,作为五官的组成部位,眉毛也是人们外在形象的重要展示部位。 眉毛浓密的男性,会给人一种气欲轩昂的感觉,但是眉毛也不是觊觎来的,它是自己健康的晴雨表。 一个男人的肾脏功能越好,眉毛生长得就会越浓密,这样看起来就会越舒服。 虽然随着年龄的增加,眉毛会变白,但是丝毫不影响眉毛的浓密,这足以说明肾功能还是不错的。 所以,男人们可以多关注一下自己的眉毛,如果乌黑亮泽,说明肾功能还不错。 反之亦然,三,叶毛,叶毛是叶窝生长的毛发,它肩负着排泄的功能。 由于叶窝有汗线分布,所以叶毛有助于汗叶蒸发。 一个人的叶毛生长情况,决定了叶窝的新陈代谢与健康,如果叶毛生长旺盛,则说明代谢不错,间接反映了肾功能还不错。 相反,如果叶毛生长不好,或者自己将叶毛除掉了,那么对自己的健康会造成负面影响,尤其是叶窝的汗线排泄,很可能会招来麻烦。 所以,通过这三个部位的毛发,可以判断一个男人的肾功能是否健康。 平时没事的时候,大家也可以多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些部位,间接判断自己的肾功能是否健康。 肾脏健康与否,从日常生活的一些小细节中就能够发现,如果平时身体是上文提到的这些表现,就说明肾脏是好的。 相反的,如果身体存在相应的不是症状,那么就说明肾脏不太健康,需要及时进行调理,恢复肾脏的健康,以免影响到身体的健康,在平时生活中,想要补肾。 食疗的方式是不错的,大家第一印象中或许会想到韭菜,的确,韭菜在滋补肾脏,补肾意气方面,地位也是很受认可的。 其实下面这几种食材,补肾效果或许比韭菜更好,如果平时爱吃,那么你就有福了。 1. 栗子 板栗除了是干果之王,还被人们称为肾脂果,足以可见百里在补肾方面的地位。 栗子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,比如不饱和脂肪酸、维生素、矿物质,能够发挥健脾养胃,补肾强身的效果。 2. 想要呵护肾脏功能,可以在早上起床后吃上一些,如果不喜欢直接生吃,可以在炖鸡的时候加入一些例子。 2. 黑豆 黑豆的营养成分比较多,经常吃一些黑豆,对于健康来讲很有益处。 而且人们常说黑色入肾,对于黑豆来讲非常适合肾虚的男性。 在补肾补血,缓解便秘少效果非常理想。 我平时经常吃一些黑豆,即使响取肾功能会慢慢提高,精神状态恢复如初。 若男性出现肾脏问题,可以通过黑豆来改善,而且调理效果也是很理想的。 3. 黑米 黑米在生活中很少知道,主要是我们平时吃的是白米,但是黑米的营养也是不要小瞧的。 黑米是一种黑色食物,在补肾作用方面比较强大,但是黑米质地比较硬,尤其是在煮饭或煮粥时需要煮很长时间,才能完全煮熟。 可以在座之前在水中浸泡几小时这样,能够更好地发挥养生保健作用。 对于男性如果感到妖息无力,不乏沉重,不妨吃一些黑米。 4. 山药 山药对于身体的好处,想必大家都非常地清楚,而且山药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和食用价值,而且山药中的碳水化合物和维生素含量比较多,以及充足的钾元素和美元素,对身体的滋补作用都是不错的。 尤其是在固肾一经,健脾养肺方面,效果非常显著,对于肾虚以及肾脏功能下降的人群,可以将山药当成不错的滋补品。 下面继续分享,饭量与寿命密切相关。 经常每天只吃二顿饭的人,全因死亡风险增加。 吴大业今年75岁,确诊糖尿病有几年时间了,期间一直服用药物控制病情,但他本人对药物十分抗拒,觉得长期吃药会带来副作用,所以一直在找寻可以降糖的偏方。 偶然的机会下,看到一个号称养生大师的视频,号称减少进食,或壁谷对控制血糖有奇效。 自那天开始,他逐渐减少了自己的饮食摄入,开始时只是少吃,后来连晚餐都省了。 在不吃饭之后,他把正在服用的酱糖药也全停了。 没过几天,他发现整个人轻飘飘的,完全听不到别人说话,一天更是直接晕倒在了家中,送往医院后被诊断为糖尿病同症酸中毒,好在送医时间及时,没有留下严重的后果。 而造成该症发生的主要原因,正是他三餐不规律,不是说减少进食,对控制血糖有好处吗? 这怎么还控制出问题来了? 一、一日三餐,少一顿都折瘦。 现阶段大家的生活节奏都比较快,很多人生活中做不到,一日三餐规律进行。 美国国家健康和营养检查、调查的数据显示,一日三餐规律摄入的男女性比例, 仅有五九百分号六三百分号,中国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,美国爱荷华大学的研究学者,曾联合进行过一项研究。 该研究共纳入2.4万名受试者数据,分别记录了受试者的用餐频率、间隔、死亡情况以及基础信息。 结果发现,仅有56.7%的受试者每日三餐规律,还有30.9%每日进餐三顿,12.3%每日进餐大于等于四顿。 经过多变量调整分析后发现,相较于每日吃三餐的受试者,每日吃一餐, 两餐的受试者全因死亡风险,分别会增加30%,7%,心血管疾病死亡率分别会增加83%,10%。 另外,研究人员还发现不吃早餐,与更高的心血管疾病死亡率风险增加相关,相较于吃早餐的受试者, 不吃早餐会让全因死亡率增加11%,心血管疾病死亡率增加40%,不吃午餐和晚餐, 则会让全因死亡率增加12%,16%,每日就餐次数与全因,心血管疾病死亡率之间的关联,除了就餐次数外, 参与餐之间的间隔时间,也会对死亡率造成影响,同样是每日进食三餐, 两餐间隔4.5小时的,相较于4.6至5.5小时的受试者,全因死亡率会增加17%,心血管疾病死亡率会增加22%, 打工人如果早晨7.0,左右吃早餐的话,午餐建议在12点之后吃, 晚餐在下班后回家吃时间刚好,二,老人能吃不一定是福,饭量小活的酒, 科学期刊上曾发表过一项研究,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的研究人员, 在四年时间里分析了几百只小鼠,分别将小鼠分成两组,一组不限制饮食, 另外一组在正常饮食的基础上,减少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的卡路里摄入,相当于七分饱, 结果发现,不限制饮食的小鼠,平均寿命为七百九十二天, 限制饮食的小鼠,平均寿命为八百七十五天, 后者相较于前者寿命延长了百分之十点五,如果再限制饮食的基础,将食物摄入,控制在新陈代谢活跃的时间点, 可让小鼠的寿命延长百分之三十五,无独有偶,一项针对218名21至50岁的健康人, 为期两年的研究指出,受试者每日减少百分之十四的饮食摄入,约八分饱, 可显著改善心理健康,生活质量,提高工作记忆,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,减轻体重等, 对健康寿命可带来很大的获益,尤其是对于中老年人来说,一定不要吃的过程, 营养师谢金韵提醒,老人吃饭不要贪多,而是要吃的精, 建议以细软易消化的食物为主,少食多餐,一餐摄入过量,可能会引起胀气, 呕吐,昏沉等不是发生,中国工程院院士,临床肿瘤学家孙燕曾表示, 宁愿饿着也比撑着强,瘦得比胖得好,肥胖与癌症的发生存在很大的关系, 贪吃是人的本性,所以自己,一般会在感觉吃得差不多的时候, 立刻离开餐桌,不会久呆,这样可很大程度避免吃多, 三,想吃出健康长寿,老人吃这些最好, 饿病至少肌症与肌肉杂质,上的研究指出, 高质量的饮食与较少的体重增加,腰围增加,较低的内脏脂肪组织, 皮下脂肪组织相关,在吃得少的情况下,一定要吃得健康, 老年人日常的饮食,要遵循这几个原则, 一,主食选热量低的,主食可将其中的三分之一替换成全穀物, 粗杂粮,这些食物内的膳食纤维,维生素必丰富, 且有部分抗性淀粉,不容易被身体消化吸收,热量较低, 二,肉类选脂肪少的,吃肉的时候要尽量选择,脂肪含量低的, 日常常见的肉类脂肪含量,喂猪肉大于羊肉,大于牛肉,大于鱼肉。 三,食材多吃天然的,在同等热量的情况下,建议选择天然的食物, 因天然食物内除了有热量外,往往还会有一些对健康有益的维生素, 矿物质等成分,四,每天一斤蔬菜,半斤水果,蔬菜,水果内的水分含量高, 热量低,且有丰富的维生素,矿物质成分,对健康有很大益处, 饮食对于健康而言十分重要,日常的一日三餐要定时定量吃, 同时注意上述的几个细节,尽量吃得健康,众所周知, 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,很多人都在追求长寿, 尤其人到了中老年之后,对于长寿的渴望就更明显了, 关于长寿,民间一直流传着很多的说法, 比如经常有人说长寿的人,可以通过相貌可以看出来, 也许有人会说这种说法不靠谱,没有科学依据, 其实,这种说法也并非无稽之谈,从中医的角度来说, 还是有过这种说法的,那么,人体哪些特征是长寿的表现呢?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, 以后照镜子的时候可以对照自己的长相, 看看是否有符合的特征。 一、眼睛明亮,看上去炯炯有神,眼睛是人类心灵的窗户, 如果能够仔细观察眼睛的状态,就可以判断一个人的健康状态, 眼睛明亮,看上去炯炯有神,说明这个人的肝气正常, 这主要是因为肝脏是人体很重要的器官,被称为将军之官, 它不仅能注存血液,还能输泄肝气,调节身体的血流量。 中医理论认为肝开窍于目,这也就是说肝脏的经脉, 与眼睛是有关联的,如果一个人肝火旺盛, 眼球会赤红肿痛,如果一个人肝气不足, 看东西可能模糊不清,眼睛干涩没有光彩。 所以,眼睛明亮的人,看上去炯炯有神, 说明这个人肝气充足,是长寿的一个典型特征。 二、面部皮肤红润, 一个老人的面部皮肤红润,说明他体内的维生素。 蛋白质含量丰富,可以反映出老人身体是健康的。 这主要是因为蛋白质,是组成人体细胞和组织的关键部分。 如果身体中缺少蛋白质,可能造成免疫力下降。 对于各种细菌,病毒的抵抗力会减弱,导致各种疾病找上身, 同时蛋白质缺失还会导致早衰,皮肤变得粗糙。 所以,一个人面部皮肤红润,也是长寿的一个典型表现。 三、牙齿整齐坚固,牙扣好胃口就好。 一个人牙齿整齐,坚固,不仅说话清晰,看上去人也有精神。 而且牙齿整齐,坚固,饮食就正常。 而且不容易滋生细菌,有益健康长寿。 如果一个人的牙齿出现松动,疼痛的情况,说明口腔有疾病,容易引起牙周炎。 牙银炎,降低生活质量,影响寿命。 四、耳朵厚大。 如果你是一个耳垂肥厚的人,肯定听老人夸奖过你是一个有福相的人。 这是因为人的耳朵厚大说明肾气充足,是肾脏健康的一个表现。 肾气充足,肾脏功能强大,身体中的毒素与垃圾能顺利排出体外,促进健康,可谓长寿助一臂之力。 今天的分享结束了,愿各位听众朋友都能身体健康,拥有幸福晚年。 明天同一时间,我们再见。 if you had any questions in the community.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in the comments, just leave a comment in the comments. 非常 奇兴有估讯,----n 种原因 جו捷的时候, there is one conversation nte你和你辅揚在一个 ratio zm好请谷,一,… 感谢观看